你好,我是嘉宁前的主題是AD受傷 預計至少休息2-3個星期 這會不會是Danny Schroeder的期末考呢?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21,2月16日 昨天胡倫隊盡快的比賽中AD受傷了 我是把這樣的資訊放在社群上 昨天並沒有做太多的討論 因為不確定傷勢到底如何 目前傳出的消息是AD至少要休息2-3個星期 這裡要注意的是 胡倫上半賽季的最後場比賽是3月4號對國王 接下來是聯盟的全明星賽 我自己的看法 AD應該是下半賽季才會回到場上 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好了再回來 因為對胡倫來說例行賽其實不重要 重點是球隊能不能完成2連霸 以目前胡倫的戰績來看 要打進季後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就算AD真的要休息1個月 我個人是支持的 而且AD在對上儘快的比賽之前 就有傳出傷勢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把傷養好了再回到場上 目前看起來球技出AD簽下長約是正確的 因為當時各方都預期他會簽1加1或者是2加1 當時記者問他為什麼不是簽短約的時候 AD回答他對自己的健康沒有把握 所以簽長約對他來說是一個保障 球迷要知道的是AD過去在體育隊沒有一個賽季打超過76場比賽 所以現在回頭看他的長約 當下AD整個團隊的判斷是正確的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胡人戰力的問題 因為有很多朋友留言想聊一下胡人的狀況 所以咱們來看看胡人目前的狀況吧 第一點在AD受傷之後 目前要看的是大莫里斯跟Mt.Hero的狀況 其中大莫里斯在之前曾經表示 對於自己上的時間太少感到不滿 老實說這其實是沒有辦法的事 因為讓上個賽季拿下年度最大第六人的Mt.Hero 上的時間更多這一點是合理的 另外AD其實是一位扛著先發4號位 但關鍵時刻打5號位的球員 而且MBA立場的場上的節奏非常快 這一點跟肌肉賽也有很大的不同 這樣的情況下 一大四小比較符合立場的節奏 球迷別忘了胡人正中還有開戶褲子馬可以打側翼 這也導致大莫里斯本季得上的時間只有15分鐘左右 場均得分4.4分更是生涯最低的數據 不過在AD受傷之後大莫里斯的上場時間一定會增加 因為球隊禁區除了Makasuo之外已經沒有常人了 接下來就要看看他的三分球的命中率能不能保持穩定 只要三分球的命中率可以保持穩定 未來他的上場時間一定會更多 這裡指的是包括AD回到場上之後 再來就是Montro's Hero的部分 本季AD場均804籃板跟1.8火鍋都是全隊最高的數據 Makasuo目前有年紀的速度會跟不上另一賽的球風 不過肌肉賽的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代表的是在AD受傷的情況下 Montro's Hero在防守端上能不能表現得更好是非常重要的事 不管是籃板還是最後一道的防線都是如此 在AD受傷之後 球迷一定先想到他進攻端上的表現 因為打法能力人外非常全能 但球迷別忘了 上個賽季他是年度最佳防守球員 票數第二名的球員 而且他的防守範圍相當大 本季場均還有1.3超球 另外百回的防守效率是全隊最好的101 這也幫助胡倫隊目前場均105.8分 這是聯盟前五名的數據 所以在AD受傷的這段時間 拿下年度最佳低潤的Montro's Hero 可以在防守端上為胡倫加多少分 這是球迷要關注的 另外本季防守能力有進步的Kaiokuzuma也是如此 相對於要彌補AD的進攻 我個人比較擔心的是要怎麼彌補他的防守 進攻端的部分其實球迷不用太擔心 因為只要皇上是健康的 這次球隊有足夠的3分球部隊來打另賽 簡單來說暫時先回到單核 也就是一心四射的狀態 實際上皇上也可以頂到4號位 甚至扛一下5號位也不會是問題 這個時候包括Tarker Carruso KCP等球員的3分球命中率 可不可以保持穩定就非常重要了 接著要聊的是Denis Schroeder 其實球技出到現在 胡倫隊都還在磨合的階段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Denis Schroeder 因為上個賽季胡倫隊在場上就是以皇上跟AD為主 皇上上個賽季是聯盟的助攻王 雖然Rondo的傳球能力也很優秀 但實際上Rondo是從板凳出發的 很多時候他跟皇上是錯開使用 可是Denis Schroeder的部分 目前胡倫隊是讓他打先發 我自己的看法這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皇上已經36歲了 簡單來說如果Denis Schroeder打得好 或者可以跟皇上還有AD搭配得不錯 那麼這才可以減輕皇上在場上的工作 所以我個人不覺得讓Denis Schroeder打先發有什麼問題 可是Denis Schroeder開氣的狀況其實不好 其中投籃命中率跟3分球命中率都比上個賽季低 更麻煩的是3分球命中率只有3x15 而大家都知道在皇上還有AD身邊打球 3分球命中率是非常重要的 上個賽季胡倫的比賽 只要其他球員的3分球命中率可以保持穩定 胡倫是一支很強勢的球隊 可是到目前為止Denis Schroeder的表現卻不如預期 不過在AD受傷的情況下 他有很好的機會可以證明自己 因為半場系統戰時少了一位AD 這代表的是需要球在手上的Denis Schroeder 會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實際上Denis Schroeder不管是上個賽季在雷霆 還是過去的勞鷹隊 他都是場上的持球者 可是在胡倫隊場上有AD跟皇上的情況下 他必須要在持球跟非持球之間找到平衡點 再加上他本身就不是一位以3分球為主要得分手段的球員 實際剩下3分球的命中率只有3x3左右 這也是胡倫球迷為什麼會一直認為 Denis Schroeder不適合胡倫隊的原因 簡單的說上個賽季胡倫的後場 除了Rondo之外都是3D球員 但Denis Schroeder很明顯不是一名這樣的球員 看到這裡球迷一定會問 既然是這樣為什麼胡倫隊還要用他 這裡讓我們回到Show賽季 當時胡倫隊一直有傳聞要交易Lavin或Oladivo等球員 這些球員其實也都是持球者 不過為什麼胡倫隊會想要得到他們呢? 答案很簡單 因為皇上36歲了 不過AED只有27歲 所以站在胡倫的立場 但希望後場有一名球員可以分擔皇上的工作 另外未來可以跟AED進行搭配 這裡指的是場上組織的工作 這也是本季到目前為止 胡倫隊為什麼還在跟Denis Schroeder的打法 進行磨合的主要原因 值班說如果只是要複製上個賽季的贏球方程式 球隊只要把Denis Schroeder放替補 先發放Crusso跟KCP 其實場上的打法就會跟上個賽季一樣 一直到現在即便球隊還在進行磨合 可是球隊戰績還是可以維持在西區前段班 所以就算胡倫球迷覺得今年胡倫的比賽 贏得比較辛苦 但胡倫隊還是必須這麼做 除非胡倫確定Denis Schroeder不是球團要的球員 這樣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回到上個賽季的打法 實際上目前胡倫在關鍵時刻很多時候也都放Wisley Matthews Crusso跟KCP 其中特別是老將Wisley Matthews 他在12月的場均上場時間只有16分鐘 可是到了1月他的上場時間增加是20分鐘以上 整個2月份他的上場時間更是來到23分鐘 所以胡倫教練團當然知道贏球方程式 只是如果要考慮到未來 那麼球季初當然是練兵的最佳時間點 現在胡倫球迷要觀察的是球隊會不會補長人 我個人在球季初就一直提 如果不再補一名長人 這代表的意思是AD跟Makasso 在健康上都不能出狀況 所以接下來胡倫隊會不會再補一名長人 是第一個要觀察的點 第二個部分是會不會進行交易 因為Tucker的部分已經有消息指出 其他球隊在下個賽季會開毒藥合約了 下個賽季胡倫隊在沒有任何交易的情況下 團隊薪資為1.2億左右 不過包括Tucker、Carruso、Diam Morris等球員的合約都到了 所以如果Danny Schroeder接下來的表現真的不如預期 我們也可以觀察會不會有交易的動作 直白說目前胡倫後場 有足夠人手複製上個賽季的勝利方程式 但對於胡倫來說 現在要思考的除了總冠軍之外 還有球隊未來方向的問題 所以我個人認為在AD受傷的這段時間 對Danny Schroeder來說也許是期末考 因為進入下半賽季之後 這代表的是球隊要以季右賽打法為主 所以Danny Schroeder該是證明自己的時候了 至於接下來胡倫西裝組會不會做出交易的動作呢? 跟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好 以上就是這集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就出囉 記得按下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頻道給個事實 鼓勵喔 更重要是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嘉琳 我們再次見 掰掰唷 這樣的集結構 五月四 Rabbi улиlin Schroeder 重要懸採訣